今年是全國人大代表敦煌研究院院長蘇白文 在莫高忽工作的第30個年頭 這位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的專家 原本是一位學化學的理科生 大家都可以在他身上感受得到 科技和厚重文化積電碰撞出來的獨特氣質 被當時為全國人大代表 當時也是覺得 一個是代表敦煌研究院 參加全國人大會非常的榮耀的 或者非常榮幸的一件事情 再一個在文物領域 作為從事文物保護研究的專家 也是非常少的 就覺得這是一種很大的責任 但是就想通過代表這樣一個身份 通過代表建議這樣一個渠道 能向國家提出一些如何提升 或者提高文物行業 特別是文物科技方面的一些水平和質量 多年來蘇白文和他的團隊 一起堅守在大漠 對標國際 用科技延緩千年莫高忽的衰老 這個長期跟這個文物打交道呢 首先我覺得第一個變化 就是迫使你去了解一些 歷史上的一些事情 就是你首先要熟悉歷史 甚至要熟悉文物的一些藝術價值 要去還要去參考 或者說學習一些其他方面 學科方面的一些知識 文史知識 只要有助於你做好這項工作 再一個長期跟文物打交道 容易特別待在莫高窟這個地方 人的心會越來越親密 我覺得這是性格方面最大的變化 今年的兩會 除了繼續關注文物保護學科建設外 蘇白文還將建設伊托敦煌研究院 成立文物保護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 他希望能夠將文物保護 納入國家科技創新體系 這一年的禮職 當然主要的工作還是圍繞著敦煌研究院來做的 作為人大代表或者說對行業 主要還是圍繞著文物保護科技 再一個更花精力時間很多的工作 還是我們的本職工作 如何把全院的工作能夠做得更好 那圍繞這些工作呢 那麼作為我們院級領導呢 我們院班子一到多次研討 然後跟下去調研 跟各個業務部門的反覆商量 那麼如何實現這一目標 我們也制定了一些規劃 然後有了一些具體的措施 我們應該找到了一些具體的路徑吧 就是研究這個方向 也不斷地在前進